不过说到意外还又发生了另外一期意外 这是今天凌晨北市滨江街的一处汽车资源回收场发生火警 由于现场全部都是易燃物 烟烧的速度非常快速 火势一下子就烧成了漫天大火 几乎失去控制 消防人员紧急出动 在凌晨三点到北市滨江街这处汽车回收场进行抢救 由于现场全是易燃物和橡胶 燃烧速度实在快速在暗夜烧成了漫天大火 轮胎引擎汽车零件全部烧成浇黑一片 现场还有一具大型机具也深陷火海当中 由于这次回收场临近台北松山机场 因此火灾发生当时机场内部的消防人员 也从机场这一侧搭起水柱灌救 和北市消防人员同理合作才顺利扑灭火势 这场漫天大火燃烧了将近半个小时 台北顺利扑灭 索性现场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而火灾确切的发生原因 还要等待监视小组进一步的调查确认 中文新闻李隆生陆宜珍台北台风报道 中文新闻